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都会问住在加拿大 星期六日大家会做些什么呢? 其中一样个个都会做的就是去行超市 在加拿大有各式各样的超市 虽然每间超市的定位都有一点不同 提供不同的食物、日用品等等 还有很多不同牌子的选择 但其实在不同超市里面 都是在买同一类型的产品 甚至是在买同一品牌的食物、日用品等等 到底怎样买才是最便宜呢? 今次我们WURI去了三间超市做比较 这三间都是大家搭TTC可以去到的超市 还是新手村附近最方便的超市 到底同一类型甚至一模一样的产品 在哪一间买才是最便宜呢? 我们一起看看吧 Hello 现在是广告时间 你没看错是加拿大高达100元的奖学金 凡透过我们WURI香港法利 2023年9月入学的申请 只要学生正式开学之后 就有机会拿到高达100元加币的奖学金 明显有客人先到先得 有兴趣快点联络我们报名吧 还有 各位在加拿大读书的同学 只要你们愿意拍片分享一下 你们在加拿大读书的真实经历 解释其中一个分享模式 就可以获得高达50元的金卡 无论你是否WURI的学生 还是已经不出入的学生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校园生活 课程资讯等等 来参加的话 快点点击在视频箱里面的资讯 首先带大家去看看 每个家庭必备的橄榄油 在粒罗斯 橄榄油的选择很多了 当中有些价钱比较贵的橄榄油 亦都有平民价钱的橄榄油 而在粒罗斯最便宜的选择 就是粒罗斯自己出品的橄榄油 价钱为8.99元 就买到750ml 我们还发现粒罗斯可以买到 懒人之爱的Oil Spray 在Food Basic的橄榄油的选择 就没有粒罗斯那么多 但就见到几个 在加拿大比较常见的橄榄油牌子 那天我们找到最便宜的橄榄油 价钱为10.49元 就可以买到1L的橄榄油 其实在Dolarama都可以找到橄榄油 不过就只有一个选择 这款250ml的橄榄油 定价为2.75元 除了油之外 鹽都是每加每活必必备的配料 在粒罗斯我们找到最便宜的喜马拉盐 就是由自家品牌出品 那天在Food Basic 找不到这款粉红色的鹽 只是见到一个table shot 价钱由2.29元到5.99元 不等 在Dolarama都可以找到这款喜马拉盐 但只有一个品牌的选择 价钱为2.5元 价子就可以买得到 意大利面条 都是很多人在家必备的食物之一 而在粒罗斯我们找到最便宜的意大利面 就是这款 定价为2.19元 就可以买到450g的意大利面 在Food Basic 虽然没有同一个牌子 同一个重量的意大利面 但最便宜 只是1.79元 就可以买到900g的意大利面 是最便宜的选择 在Dolarama我们找到 都是跟粒罗斯同一个品牌 而且重量都是一样的意大利面 但只是1元佳子就可以买得到 除了这些食品之外 相信大家买得最多都是零食 其中最为香港人熟悉的 就是这个KITKAT朱古力 在粒罗斯在一排 独立包装mini版的KITKAT 卖2.99元 Food Basic家庭包装的KITKAT 就是卖3.99元 但里面就是4条KITKAT 唯一包独立包装 我们在Dolarama 都可以找到不同品牌的朱古力 和粒罗斯同一个包装的KITKAT 卖2.25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加拿大的薯片种类特别多呢? 除了LACE之外 Ruffles都是加拿大最常见的薯片之一 粒罗斯一包Ruffles的薯片 正价就为4.99元 而在Food Basic都有不同品牌的薯片 亦都可以找到不同口味的LACE 而一包200g的Ruffles薯片 只是卖4.49元 比粒罗斯更便宜 在Dolarama都可以找到LACE的薯片 不过就是桶装比较多 而Ruffles薯片在Dolarama 就是买2.75元 虽然它的价钱比两间超市所买的薯片便宜 但它的份量亦相对较少 除了一些米和油盐之外 大家在家都会买一些罐头食品 在LACE最便宜的午餐肉就是WOUSTER 一罐就是买2.99元 而在Food Basic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同罐头食品 其中最便宜的午餐肉 只是2.49元便买得到 没想过其实在Dolarama 都可以找到不同罐头 最便宜的一罐都只是2.25元 便可以买到一模一样的午餐肉 我们还在超市里面 发现了一个最便宜的罐头番茄汤 在LACE定价为1.69元 而Food Basic仅仅比LACE更贵 定价为1.99元 在Dolarama我们都可以找到 同一样的罐头番茄汤 但只是1元便买得到 有不少人都是一家大细移民来到加拿大的 最快节日可以令到小朋友吃得饱的早餐 就是Cereal 相信很多香港人最为熟悉 就是这款加勒牌的穀物片 在LACE找到1盒250g 定价为5.99元 而在Food Basic 一盒加勒牌公内片原价就是4.99元 比起直浓浦 同一款同一个重量 gerçekten便宜了 足足1元 在Food Basic价价还能找到更大的家庭装 除开的价钱更便宜 在Dolarama我们都能找到 不同样的公款早餐 加勒牌公痧品定价为2.5 Senhor 但只有275g 適合一至兩人家庭的食物 在超市我們都可以買到很多清潔用品 最常見就是這個品牌的消毒濕紙巾 在粒羅斯一盒75張原價為6.49元 在foodbasic的消毒濕紙巾一盒75張 特價以5.49元就可以買得到 在dolarama我們同樣可以找到很多清潔用品 一盒30張的消毒濕紙巾 除開每一張還要比粒羅斯更貴 粒羅斯在這支洗潔精噴霧劑賣6.49元 補充裝定價為5.99元 而在foodbasic就是套裝賣的 定價為11.99元 而Dolarama我們同樣找到同一款洗潔精 無論是噴霧劑還是補充裝 大家都在賣5元 是最便宜的選擇 這一款finish是最容易買得到的洗碗機專用清潔粒 粒羅斯賣55粒包裝 價錢定價為14.99元 每粒除開大約0.27元 而foodbasic找到的洗碗機專用清潔粒 雖然是同套裝同一個牌子 但這一款的清潔效果更強 除開每粒大約0.45元 一盒72粒 除開大約每粒只是0.33元 在Dolarama我們都可以找到同一款finish的清潔粒 但賣的只有11粒包裝 價錢還要比上面兩間超市定價更貴 保鮮紙、牛油紙、錫紙都是必備的廚房用品 在粒羅斯 牛油紙最便宜是4.29元 而這款錫紙定價為2.99元 在粒羅斯我們還可以找到這款最便宜的蠟紙 用來包三文字 帶上班當lunch都不錯 在foodbasic我們都可以找到很多相似的廚房用品 不過選擇就不算那麼多 這款牛油紙售價為3.49元 而同粒羅斯同一尺寸的錫紙 最便宜是foodbasic 以1.99元的價錢就買得到 在foodbasic也可以找到這款蠟紙 在Dolarama我們都可以找到不同品牌的廚房用具 牛油紙最大便宜是這款 定價為2.25元 而這款錫紙定價為3.5元 雖然Dolarama整體來說都比較便宜 但大家一定要留意 Dolarama同一個品牌的產品 有機會是來自另一個製口商的 味道都可能有些不同 而且份量都一般比較少 加上很多日用品、食物種類、選擇 都不及lunch和foodbasic的多 所以大家最後都要考慮自己的需要而買 最後提提想省錢的大家 記得來到加拿大之後 就要立即下載這個app 每個星期三或四各大超市 他們都會更新他們的fire 定期都會推出不同的優惠 大家就可以用最優惠的價錢 買到你最想要的goeseries 希望以上的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用最便宜的價錢買到日常用品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